周大人 他对宫内生活规矩 知道的一清二楚 就连先皇皇后 太子和二位王子的生辰 都回答的准确无误 他还交出了一份 先皇的遗诏 请马格老过目 好好好 这个也没有先皇的遗证 也没有首章 会不会是伪造的 逼直也以为 此遗诏虽然自体尽似先皇 但不足以为惧 最近有人提供 在南来的降官中 有二人在宫中 见过太子本人 是谁啊 一个是宫内大太监张自知 但此人年事已高 来南京后患了中风 已病入高荒 现在不能讲话了 另一位是宫部主事讲臣 逼直已派人 去从苏州把他接来 这太子是真是假 见过臣一看便知 好好好 马大人请 谢陛下 马爱卿啊 你这内阁首辅大臣 当的可赎心啊 陛下 微臣哪敢输心呢 微落实新征二十五款 臣忙得都脚朝天 呀 该赦免的人犯要审 该减免的付税要查 不过微臣倒是没有白忙 现在南京城里到处都是一片对新政的赞誉之声 哦 那就好 陛下 新朝出见 百废戴星 陛下登基以后 虽然任用了一批官员 但是 以微臣之见 现在人手还是不够用 现在南京还有一些旧臣 陛下 能不能准他们复用 有谁可以启用复出啊 兵部尚书一职 应是孔缺 有一个人 公使书 懂兵略 以前也在 兵部作官 哦 哪一个 就是前光路四城 阮大城 阮远海 这个名字 挺熟的 是不是外话叫 阮胡子 阮大头的 正是此人 嗯 这个人前些日子 带着个戏班子 朕见过他 可是 清寒公公说 这个人是燕党的鱼孽呀 啊 那是南京城 人人寒打的过节老鼠 不中不中不中 这求人不能用 皇上 这个阮远海 这个阮远海 只是个燕党的小楼 当年名列逆案 也是很勉强 况且这个案子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这用人的事 正可领教了 让石刻法出手怀扬 你看这朝野上下闹的 上书的上书 请愿的请愿 只要是 再启用阮远海 指不定还弄出什么事来呢 真没想到 哪个老平时在皇上面前那么有面子 因为有碰钉子的时候 哎呀 要说面子 还有谁比田公公在皇上面前有面子 谁都知道 田公公和皇上虽然奋属精尘 但是当时皇上落难 逃往南京之时 一路之上都会田公公照顾啊 患难见真情嘛 田公公 这件事情 还请田公公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 你也别拿皇上当糊涂蛋 你得为皇上任人为情的好名声想象 请田公公明示 你得给他来个茄子 葫芦一锅熬 此话怎讲 当年燕党 把谁当成眼中钉 肉中吃啊 那当然是东林党人啊 那是 所以 你得把阮远海和东林派的一块就成了一块机用 让皇上落个不具一格用人才的好名声 我保你事情能办成 奴婢 奴婢叩见皇上 乌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嗯 干公公平身吧 谢皇上 这大清早的 有啥事啊 哎 皇上昨天交给奴婢的事情办好了 请皇上过目 嗯 这两个人能用吗 回皇上 回皇上 前母摘留念台 确为可用之人 马格老以东林素有极怨 若一个人好恶 他是绝不会举荐前流二人的 可见马格老真是一片忠心 为陛下赢得了贤名啊 嗯 那你就照办吧 啊 嗯 怎么就两份啊 哎 还有一个阮元海呢 奴婢照向皇上回禀这件事呢 以奴婢之鉴 其用阮元海 尚为时过早 嗯 像清兵同管一和的人选 你想好了吗 哎 我想总理河北的兵部右侍郎 左茂帝 担当此任 较为何事啊 嗯 种 朕准了 是 皇上 这圣旨 就发了 发 奴才告退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千木斋 曾你写妻不可立一文 诸献当朝 谣言获众 其罪十恶不赦 朕念 前木斋 曾为前朝之旧臣 乃江南有名之才子 当初遂一时心迷 受人利用 后来能知错则改闭门思过 今逢新朝方历 百废待兴 用人之计求财若可 特准其戴罪立功 付出启用 着生礼部尚书之职 忘却谢恩 老爷 快谢主隆恩 对 千木斋 谢主隆恩 五王万岁 万万岁 截纸啊 截纸 对 截纸 截纸 接纸 老爷 下面 快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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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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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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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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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